習文人墨客 挑來古今旅客 例如 曹燕麗 曼浩賢 黃昌寧 黃衛 李白 杜牧 劉宇石 唐宇 陸游 蘇色 都留下了很多珍貴墨寶 當時 陶瓜研究理會社 進察園中 武林人佈儀為業 園溪行 黃露之遠近 所指的是 園溪行 就是園著這條溪行 所以他有經過我們現在坐的這座橋 現在坐的這座橋叫做魚仙橋 當時東進武林漁郎 就是在這座橋上面 見到兩位老人在那裡捉獎棋 老人就指引他方向 他說 你向前面走 就會發現一個世外逃源 然後他就順著這條溪梯 一直向上走 走走 園船這條溪梯一直走 是這裏 可能就是人家所說的 凡間和仙界的一條 分界線 對 分界點 這裏有一首說 御仙橋的詩 動彼仙人下障旗 原始各星斗而小 我都知道這裏要押韻了 這首詩是讀一無二的 它有一首螺旋詩 要由中間開始 由中間 對中間這個詞 牛郎 開始我讀給你聽 牛郎跡旅 會佳期 月底彈琴 由負詩 他們拿最後一個詩的一半 當第二個詩 第二句詩的第一個詩 功曹小王冠 歸道冠 劍姬姬移作 盡亡姬 凡時得到草原棍 同彼仙人下降期 麻煩啊 是的 古人很聰明 古人好有幽默感 這監製古代的IQ題 我先拍下 這段時間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你 我可以看你